嗯 嗯 嗯 那 今天先收入吧 你好 我是皮帕帕 最近呢 開始入秋了 開始了溫泉的季節 各位溫泉要泡起來囉 今天一樣是我們的 追求集志志堂之旅 這次要去的是 宜蘭的全月樓 這一間是我當初在上網找的時候 我覺得 哇 它有比於一般的溫泉飯店 它比較像是高級的私人住宅 我覺得它很接近 我心目中的豪宅感 超大的房間 挑高 清水膜 殘風 超級乾淨俐落 啊 但是呢 如果是我住的話 可能是沒有辦法乾淨太久 但沒關係 感謝本集有 Q-Level掃地機器人在助工作 我一定會保證全月樓的乾淨 今天呢 我是有帶媽咪一起去的 那我們就趕快帶媽咪 出發享受 GO 哇天啊 有人來迎接耶 YO 那我們已經到了宜蘭的全月樓了 剛才他們真是很貼心 我們一開進來 他就敬禮然後拿閃過來接玩 這就是五星級飯店的感受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這個中庭 它設計一個陰陽太極 無關宗教 它的意思就是說呢 不管你是男士女 然後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就是這邊都很歡迎你 有一個家的感覺 沒錯 就是有家的感覺 理想中的家 欸理想中的家 如果朋友開過來 然後我開門 啊 來了 嗚 果然是理想啊 果然是理想 是理想 那麼大的庭院 哪裡找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 開箱他們的大廳 這邊所在就是我們的大廳 你們可以看一下 全月樓的英文 IMPEX 欸不用這樣 這邊是飯店 你要被趕出去嗎 好 沒事沒事 我們就手機你再看 看起來超可愛 哇 裡面有紅豆腺 很黏 有專業形象嗎 專業 這邊的公共空間 不像一般的溫泉飯店 就是會有一個游泳池啊 或者是露天風雨之類的 這邊都沒有 這邊的公共空間 是茶屋跟圖書館 有此可知 你可以知道 這邊的老闆 他真的是沒有在鳥我們這些 世俗凡人的想法 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他們的茶室 請看 那往這邊走下去 就是他們的圖書館 哎唷 圖書館系 圖書館系 圖書館系上線 圓蜜場 齊白石 書法 大觀 一看就知道 老闆非常的 他不是一般人 好好講話 這個是包 這個是包面 我跟你講以後如果我自己 蓋房子的話 我就要做一個超大的庭院 然後挑高挑那麼高 再弄一個圖書館 所以呢其實這邊是真的 有點像我心目中的豪宅 這邊是我的家 隨意參觀 這邊是我的長書 那邊呢 是我平常弄茶道的地方 啊那我每個房間裡面 都有溫泉 你們可以泡 剛才那邊 外面那台Bentley是我的 有夢睡咩 外面真的有台Bentley 好爽喔 我跟你講我剛才說 我要蓋一個豪宅 這不是吃人說夢 我現在呢已經開一台Bentley過來了 看到沒有旁邊還有袖子 那表示這個是特別版 對不對老闆 哈哈哈哈 馬上曝光 因為呢我必須得說一下 其實Bentley是我的夢想車款 超帥的 小姐去哪裡 Bentley 我終於坐到了 我現在坐在Bentley裡面 這是什麼感覺 哇 哇 哇 這個就是Bentley的鑰匙 我把它拿走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老闆 走咧 走 哈哈哈哈 好啦 不鬧了 進房間 哇 怎麼那麼多台北那裡 又有一台 什麼重要 是我們的流書套房 全是感情 毫無技巧 表論長 各位到了我們的開箱房間時間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邊的空景 超級漂亮 實際進來看之後呢 真的是會覺得 好像符合我 心目中 理想的家的樣子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要有這種暗門 你們是不是以為房間真的那麼小 開箱 超大超漂亮 雙門加大的窗 然後呢 這邊又是暗門 進去會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重頭戲 看一下他們這邊的房間溫泉池 超級大 他們這邊叫做科技溫泉 當說我在找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什麼是科技溫泉 就聽不太懂 然後剛才聽他們這邊的人解釋 其實宜蘭不像郊西那邊有天然的溫泉 但是呢 他們這邊就有個機器 把泉水引過來之後呢 然後添加碳酸精 直接把這邊變成沒冷湯 究竟是我們天然的溫泉令人嚮往 還是科技溫泉厲害 歡迎收看 平時要對決 好衣服了 我要跟咪咪一起下去泡湯啦 泡個頭髮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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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們家媽咪看起來也很開心 咪開心嗎 開心 開心 開心就好了 那我要去幫咪咪搓背 咪咪好像出水浮龍啊 好漂亮喔 那因為現在是晚上 所以看出去呢 其實是有一點暗的 是別有一般風情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明天早上再泡一次的話呢 感覺也會很棒 好啦 那我要跟媽咪開心泡溫泉了 好啦到了我最期待的晚餐時刻了 聽說這邊的晚餐很厲害 是無燦單料理 一個人1800塊 咪咪 沒事 我們出去吃外面的牛排吧 吃完牛排回來還有銀冰里 帕斯里肉質還剝好超開心的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趕快去睡覺 然後明天早上的時候呢 我還要再泡一次湯 回來 你不要記得叫我 幹嘛 很早耶 我想是8點就起來了 早餐時間 昨天來來牛排沒消化 這就是生活 平常沒有生活可疑的人 不好意思 再回去怒給他泡一波 嗯 嗯 那 可以聽見樹吧 我覺得這邊的優點其實算是蠻多的 第一個 超安靜 每一個住戶都是獨棟的喔 基本上呢 在住的時間你很難看到有其他的住戶 所以呢我覺得安靜隱私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優點 再來就是他的尺寸超級大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可以四個女神一起泡了 湯汁的部分 原本昨天想說欸 科技溫泉跟天然溫泉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別 名稱聽起來不一樣 那製造方式也不一樣 可是呢其實泡起來的感覺 這邊以美人湯來說 它的咕溜咕溜 效果是還滿好的 所以呢在這個宜蘭這邊 就算是更可貴了一點 以來其他地方沒有 就這邊有美人湯 那最後的優點 他們的服務超級讚 開進來之後 他們是會慢慢的這樣敞開 看起來就很像你回到你的豪宅家的感覺 開進去之後呢 他們就會有人打開門然後迎賓 就會對你敬禮 歡迎回來 啊我是大少女媽 他們在介紹他們獨特的環境的時候 是真的是你感受到他們的熱忱 我跟你講這邊真的超讚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你是會感受到那個熱情的 那如果說缺點的話 因為它的這個價位其實是稍高的 那這樣看出去它其實是沒有天然的風景 雖然說就是有他們種植的樹木 但是呢比如說如果你住過韓碧樓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 欸那邊有月潭這邊沒有之類的 那可能還是會有一點落差感 那再來就是科技溫泉這件事情 有一些泡湯打人可能還是會比較偏好天然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見仁見智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話呢 我是覺得哇日本引進的技術耶 那當然要來試試看 那我覺得綜合以上這幾點 其實我覺得這邊真的是非常推薦給 不想要跟那個年輕人擠來擠去 金錢方面也比較無憂的時候 就可以帶著另一半來這邊享受這個室外桃園 我自己就還蠻喜歡這邊的很安靜 然後尤其又有圖書館 我覺得圖書館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大家分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少等的飯店會有圖書館 基本上就是只有私人豪宅那種才會有圖書館嘛 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了我的推薦 來到這邊 報我的名字 沒有優惠 畢竟我也是你目前的 我繼續泡湯了 昨天晚上一泡 早上再來一泡 神清氣爽 我現在看起來是不是很快樂 好啦現在呢時間也不早了 準備退房 欸這個是我在出發前就想到的 就是呢我要來一個從來沒做過的 滿分退房 當成他們工作人員看了這些清掃 就是呢待會我要把這邊變成 就是我們來之前的現狀 待會直接請他們的服務人員過來 幫我打飛書 然後呢看明天能不能就錄用我 開始打掃 看起來跟炸破一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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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小女不才 做了應該還行 好 來吧 看一下 這個 嗯 欸 這個東西呢其實是應該要擺在前面的 喔 細節啊 細節 補救一下 補救一下 好 好 OK 這邊 欸 抓到 沒洗 欸等一下我我我我我我 塞進去講到這個也看不到了 好的 那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樣我們會這樣 尋一圈 喔尋一圈 好我們再來 你有看到這個縫線 嗯 這封線永遠都要朝下 我都朝下 有嗎 我沒有 我扣分 哈哈 欸你是不是要不要再扣了 再來 最後我整個 做一下之後 嗯 那所有的東西都適不適放了 我救一下我救一下 嗯 可以 什麼 沒有沒有 因為我不要我多做地板 那 那 鋪得還行嗎 我期待的那個WOW都沒有出現 還算可以的 可以嗎可以嗎 還可以 還可以 不是做飯店業的話 那真的這樣已經算很好了 他剛剛已經算有心了吧 嗯 好的 浴室我很有把握 線 喔 有點太長 阿菲收進去一點 好的 細節啊 這次真的沒錯超細節 我經過今天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進飯店業了 對 我這邊怎麼超好的 打 嗎 新衣到了 新衣到了 哈哈哈哈 這些衣架其實要拔全 衣布回到這裡來 嘿嘿 等一下等一下我 我地板也有爽度 地板很乾淨 喔 耶 喔因為是我的那個 機器人找的 有有有有 完了只有 這個被稱讚 我覺得整體上 對一個不是 嗯 飯店業者的人來說 已經算一個很高分了 面子分數喔 對面子分數 哈哈哈哈 感謝感謝感謝 謝謝謝謝 我的買飯店業的失敗 哈哈哈哈 這兩天呢 真的是超級開心 我是比比寶寶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你們家媽咪好甜喔 Bentity